如佛经色深 妙相喜悦满 念老的诸诫上说 这两句 如佛经色深 妙相喜悦满 愿来生摩擦之人 身相入腹 身解今色 同居三十二相 这是再次为我们证明 第三愿 第四愿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是第三 第四 两愿的对象 说得更殊胜 更圆满 十一切如福 所以极乐世界 我们凡夫 不但是凡夫 身闻缘求 乃至于菩萨 全教菩萨 对极乐世界的境界 都无法想象 我们所谓是 出乎意料之外 到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身体患了 这个血肉之躯 照顾非常麻烦 每天 每天要饮食 还常常有疾病 还要医疗 到极乐世界 有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了 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体质 是 不是血肉之躯 是 跟佛一样 子母真经色身 妙相喜悦满 这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钟后 三十二相 八十钟后 是古印度 他们所想象当中 人身体向好 那最好是有 居足 圆满的 三十二相 八十钟 随行好 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不是三十二相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上看到 佛身有 佛身有 八万四千相 每一个相 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种好 有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道光明里面 都能看到 摄放 诸佛 插土 佛在那里 讲尽教学 教化中 以身相 作佛寺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好啊 如佛经色深 妙相细悦满 没有欠缺的 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 相好 每一个往生的人 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 没有丝毫 欠缺 这也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男性之法 阿弥陀佛的相好 是无量级修学功德所成就 那我们的相 与多生多戒修行有关系 那人间确实有相好的 叫富贵相啊 那一种相 古人 告诉我们的 至少啊 过去生中适适 过去生中适适 断无修善 吉功内德 才能得这样的相好 那黄念族老居士的舅舅 没关系老居士 他有广长血相 他有广长血相 而人间很稀有 他的舌头撑出来 可以舔到鼻子 啊 这佛贼在经上说了 一个人三世不忘 但是 就会有这个相的出现 啊 舌头撑出来 听到鼻子 啊 他讲经表演给大家看 人家对他有信心 那么经上告诉我们 释迦摩尼 我们只要一往生 就得到了 所以 没人相信 啊 我们为什么能相信 第一个 我们深信 佛是圣人 决定不忘 佛说的话 都是真实话 老实话 啊 决定不会欺骗人 古身显现 留下来的这些奠基 跟佛菩萨一样啊 我们要深信不怀疑 那就是我们的佛报 我们对他怀疑 那是我们没付 啊 他说真的 我们以为是假的 这没付啊 啊 第二个理由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啊 那么佛的向好 观经上说的是正确的 神有无量向 向有无量好 啊 这是一般大臣经上 常说的 啊 观经上讲的有数字 神 有八万四千向 实际上八万四千不是数字 是代表无量 啊 神有无量向 就是观经上讲的八万四千向 每一个向有八万四千好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既实时 凡神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也是圆满的妙向 自摸真经四千 根佛不二啊 啊 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修得的 我们确实是本有 被 烦恼 业障 该付出了 不能陷进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业障虽然有 但是它不会陷进 啊 为什么 它没有预言 不像这个世界 善无预言都有 让你造业 啊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烦恼吸气没断 叫代业往生 啊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促成 我们会骑 骑心动念 分别之处 没有这个原因 啊 这是 生活环境 太殊胜了 啊 你所见到的 所闻到的 所接触到的 都是 圣仙 菩萨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我人 极乐世界没有我死 啊 那边的人 那边的人 无量寿啊 无量寿就是告诉你 你得的这个身 这个身不生不灭 就是无量寿 不但身相是不生不灭 居住的环境 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都是不生不灭 都是不生不灭 没有生灭香 树 永远长春 啊 它也不会多落叶子 啊 花永远是美好 这个是 引真发解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都是生灭法 刹那生灭 现在科学家 证实了 告诉我们 啊 这个世界 物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真的 不生不灭是真的 只要是有生有灭 就是假的 你看念头 前念灭后念生 啊 出现的念头 我们知道 有绝察到 绝察到 微信的念头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啊 现代的量子家 那历修家再告诉我们 啊 物质从哪来的 是从念头 在高频率 波动 产生的幻想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啊 甚至于科学家说 世界 这些根本 根本就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 那么这些物质现象 明明摆在面前 他看到了 他看到生灭象 我们看到是 相似相续象 没有看到真相 好像他真的存在 其实 完全是空的 啊 所以佛在经上说的好 一切法 不仅是物质 念头 包括这几种 那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佛这个四句 比科学家讲得更清楚 更明了 讲得更好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 四十八月 第三月 神经四月 第四月 三十二相遇 那确实 如是 不是假话 阿妮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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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